我想这两天全民最关心也感到最为焦虑的就是民进党执政党提出来的全民防卫动员法 全动法的草案 我想全民防卫动员法的草案 大家都看到引起了所有民众的最高的疑虑 对于钳制言论自由以及要准备动员16岁以上的不分男女的学生 这两条引起了全民最大的担忧 引起了所有爸爸妈妈最大的恐惧 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个条文当中 对于言论自由的钳制 可以在平日的动员准备当中 就可以在调查 分析 收集 这些所有媒体 从业人员 以及所有媒体的相关的资料 网际网路相关的资料 对于很多空白授权的内容 我相信 如果今天对于台湾 言论自由 还有坚持的每一位朋友 每一位媒体朋友 都应该要站出来反对 这完全比数位中建法的延伸还要严重 应该要全民共同反对任何空白授权 对言论自由的钳制 同时我们看到新增的条文当中 对于所有16岁不分男女以上的这些学生们 要动员造策 各位朋友们 事实上我们国民党长期坚持双低战略 我们希望我们强化国防 也希望同时对话交流 就是希望能够避战 能够和平 而即便是强化国防的部分 我们是要为了改革目前的军事训练 这一点我们支持 对于改善我们后备军人的战力 这一点也是正确的 但却不是今天把未成年的学生们 也都准备要动员来造策 不分男女都准备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战争 可能造成的危害 这对所有的家长们 对所有的子女们是不能够接受的 我们还是要回复到 原本全民动员法的真正的精神 强化国防 但不是造成全民的危机 跟大家的恐慌 所以我们国民党坚定的立场 一定要求全力的 能够让这两条 一条影响我们言论自由 另一条让所有家长跟未成年子女恐慌的条文 绝对不能够让他通过 这是我们坚定的立场